《知識寶庫》 來到知識寶庫的環節 今天除了Apple之外 還有兩位的公關強人 一位就是我的拍檔嘉賓主持Cherry Cherry 你好 大家好 另一位就真的相當之厲害了 應該是強中之強 不好說 連Cherry都說是要形容的 就是有妖財政圈企業傳訊總監 陳詩娜娜姐 還是叫回娜姐好一點 Hello 大家好 還是叫我Sarah 親前別 不過其實知道你在公關方面 企業傳訊的工作經驗相當之廣 所以今天大家都學習一下 又分享一下的經驗 其實從讀書到現在做事 我看到你很多都是做傳媒 或者是一些公關工作 你自己本身是否覺得 這些工作是你喜歡的那種模式 即是跟人相處是會令到你最舒服呢 是啊 因為我自己就很喜歡跟人相處 可能應該是由我出道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財經記者 很多時候都會訪問不同的人 即是有些可能是企業的老闆 有些可能是政治的人物 或者是商會的主席 其實就會是很多時候做訪問 會發掘他們的故事 我經常覺得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尤其是在這些優秀的領袖身上 就學到很多故事 我還要有說 讀萬卷書不如走馬里路 我自己會覺得讀萬卷書不如認識萬個人 Cherry一定是最認同我這個說法 應該是認識多些人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他的故事 他成功的經驗 可以學習到很多 我覺得對人和數字和電腦和機器不同 每一次人的反應可以像水一樣 很多變 變得每一次都可以考自己的應變力 還有考自己的執生能力 我覺得是很有趣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我自己很喜歡 可能結識多些朋友 所以變成公關企業傳訊這個行業 我就覺得很適合自己 加入一做做了十幾年 性格也對 自己喜歡的方向也對 所以可以在專業的範疇裏面 一路發展下去 我記得Sarah 我們是平輩 我們就不客氣地稱呼 我想說 以前我們出來見工 就是剛剛畢業的時候 可能會叫做公關 就是這個TITLE 我們去找工 沒有企業傳訊 但現在我們好像升級 好像突然去了一個企業 我想問一下 你對這個稱呼 或者對這個工種上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了 我覺得 因為公關 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叫法 就是叫了很多年 還有很多行業 都有公關 就是可以 不單止企業入面 原來酒樓入面有公關 一些夜場都有公關 變成這個形象 我就覺得比較多元化 廣泛性是大 但可能是後來慢慢發展 就是升級 轉為企業傳訊 那個專子 可能在一些大企業 上市公司 或者是一些NGO 就會有企業傳訊 我覺得對於很多公司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進程 因為大家都重視企業傳訊 就是表示你對你的持份者 是很注重的 因為好像我做上市公司 我會面對很多持份者 包括有股東 有傳媒 還有我們對內的 staff 還有我們的董事局 對外可能還有監管當局 有些可能合作的夥伴 這些變得你面面區元 都要照顧到不同的持份者的需要 所以我經常覺得 企業傳訊來到今天 已經是一個多面首 就是會是 我們是一個外交大使 Ambassador 另外Ambassador大家都知道 就是搞關係 跟不同的持份者 搞很多良好的關係 大家有更多溝通 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會做很多企業故事的Pitching 變得好像一個 Ambassador 即是一個Storyteller Storyteller就是 將我們企業的故事 向不同的人去講 去對著媒體 我們就會Pitch 即我們的故事 是怎樣動聽法 怎樣正面可以去報導 還有一些當然是危機處理 大家都知道 這一陣子經常講的關公危機 都成為最高Kick Ray的一個key words 危機處理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的 即是我們搞Event 也是我們搞 還有就是可能不同的經理人的定位 即我們應該說不同的spokesman 因為一間企業裡面有很多的發言人 我們就好像一個明星的經理人 即是要幫他們定位 接著幫他們找一些曝光的機會 變得各樣都會有關係 其實要做的事情 剛才聽你所說已經是很多 這個就和我小時候 有時有些同學就說 真的很多人喜歡做公關這個行業 為什麼呢?他們就覺得跟別人聊天 而已 站在這裡漂亮漂亮的就可以了 即人們想到很簡單 就是公關其實就是social 即看的事情很表面化 這個其實就絕對不是了 剛才聽Sarah所說 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這麼多的範疇當中 其實哪一樣是你最擅長的 拆彈還是說故事呢? 我一直做都是以人為本的公司 即都是服務性的行業 做過的公司有些是一萬人的企業 你知道人多就一定是市多 即有人的地方一定會有些危機 往往很多時候都會爆發一些大小的危機 小的可能有個客戶上來投訴 可能有些有時候又會是代理打架 亦都會出現 甚至可能有些是自己私人的一些 叫做程式檔案 即一些比較有味的一些檔案 流出了街 你知道現在網上的viral的速度 是有多快的 這些又要撲火 大致有時候可能有些 勞資的糾紛 或者有些股權的糾紛 這些亦都要處理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都好像消防員一樣 周圍一有東西就破火 公關其實很多時候 平日你就覺得我們是練兵 其實我覺得消防員很像我們的工種 平日可能是操練、播種 到真的有危機、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你就用得著你這些功夫 還有你平日建立的人脈 在那個時候就可以運用出來 即是去破火、去救火 我覺得危機處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想每一個企業傳訊的人員 我想Cherry都認同 面對最大的挑戰 我們每一天都會學習 因為新的危機不斷地 不斷有危機 湧現 每一天我都會在電視看 看報紙、看網 就會發覺 如果代入自己在這個危機 我又怎樣去處理呢 例如有時候港鐵那些 我又會想想 它是每一天幾百萬人次的乘客 如果遇到我是企業傳訊的同事 那我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即是你不時要將自己代入這些危機裏 想想解決方案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這些就是剛才Cherry所說的 養兵千日用罪 平日無事無干 沒有蛋拆的話 都要自己想想 有沒有蛋即將要拆 或者看看別人怎樣拆 是的 尤其是我知道 現在很多上市公司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很細分 做做財經公關 那其實財經公關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跟普通企業傳訊 或者公關有什麼分別 其實財經公關 或者財金公關 那我自己就 大家或者大家一字分類 都應該跟上市是有關的 一類就是可能是 他未上市之前 我們幫他做一些IPO的宣傳 IPO的安排 就是怎樣去做招股書 怎樣去做露營 主要都是想吸引投資者 來應購這隻新股 那還有就是要對外 就是要銷售給傳媒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剛剛有一個IPO也是 做完一輪 但是因為市況 沒有那麼樂觀 就收回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做這些 第二類就是 幫已經上市了的公司 搞很多 可能他們每一年到 有很多的股東大會 有時候還有一些股東 AGM、EGM這些 主要都是提升 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都要符合上市監管條例 所以變得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覺得香港 尤其我們國際金融中心 變得每一年 很多的公司來香港上市 所以財經公關 變得是一個很大的需求 我當時入行的時候 我也做過財經公關 變得有兩種 一些是做公司 有些是做in-house 通常公司做完 可能就轉去做in-house 看看你追求多元化一點 還是從一二中 做一間公司的企業傳訊 好學士的 現在讀專科 畢業的同學 根本都未畢業 已經找到工 不過想問問Sarah 其實你很多的上市公司 當中 都是擔任企業傳訊的管理層 過往有沒有哪一次的危機 處理過之後 你覺得印象很深刻 或者到這一刻 還是記憶猶新的呢 其實危機就是剛才這樣說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 哪一個事件 令我最難忘 我覺得其實單單 都是有它難拆的地方 我經常覺得 幫一間公司 最重要就是 好像剛才說 平時要做好 preparation 我最難忘 就是應該幫公司 就是救公司 就是要建立一個 好的危機應變的一個機制 就是 你有了這個好的機制的時候 就是你應付任何的危機 都不會到時手忙腳亂 就是要一開始 可能已經是 配合了一個 叫做危機應變小組 是的 工作組 讓大家整天 都將這個group 我們可能設一個WhatsApp group 設一個群組 已經在這裏 一遇到有什麼事情 事件發生的時候 立刻可以通報 通報 通報 一通報就黃金一小時 不過現在已經不是黃金一小時 現在可能是黃金十五分鐘 就去查案了 你又福爾摩斯查案 當然不可以我一個人做完 作為企業傳訊部的主管 我都要靠很多同事去幫忙 有些做的同事 可能幫忙去查案 發生什麼事 5W 一個H 解不解答 倒了 你在這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盡量掌握到 關於這個危機裡面最真確 最貼近事實的真相 立刻就要計劃方案 即是如何回應 拿到主席管理層的批准 然後就出來向不同的持訓者交代 可能是兵分兩路 我們企全部的就負責跟媒體交代 可能有些HR的跟staff交代 IR的跟基金經理交代 即大家一定是分工的 不可能說一個人 即是可能我企全部做完所有事情 行不行呢 其實不是說不行的 不過變得有時會失去時效 即你不是立刻撲火 因為你知道現在互聯網的時代 其實網民的發片的速度 發消息的速度 是比in-house的公關 比in-house的staff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爭分奪秒 剛才我說的15分鐘 即分分鐘不是15分鐘 是可能一分鐘之內 你就要決定 你這個訊息要不要發出去 要不要放在Facebook 要不要放在IG 要不要放在Twitter 即你是已經要電光火石之間去決定 其實我覺得是 所以整天的準備就是要這麼充足 是 最後一條 其實你有什麼投資心得 投資心得 我自己就覺得 力不倒不為才 我個人比較傳統 我經常覺得 你如果不了解投資產品 最好不要去投資 應該要先了解後投資 還有我贊成是多元化投資 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最好是Cash又有些 Property又有些 然後Security又有些 或者Bond又有些 我覺得可以規避一些風險 好,謝謝Sarah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講了很多工作上的一些事項 有興趣入行的話 就可以隨著這個方向發展 下個星期 我們繼續會請來不同的成功女性 下個星期見,拜拜 拜拜